昨天颠覆了大家认知 介绍了对于非紧急的病症 美国医院是有权让病人先交费再看病的 但是我又说了 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 医院也并没有这样做 那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 在美国看病之前 一定会先登记你的详细信息 因为美国信用体系非常成熟 所以看完病之后 基本上都能找得到你 不怕你来找 第二 美国的医疗系统和保险系统体系 是非常的复杂 医生都不一定知道 某个治疗方式收多少钱 医院也并不一定知道 某个医生收多少钱 甚至同一项治疗 对于不同的保险公司收费都不一样 那像这样的商业机密 有可能连医院的会计都不一定知道 所以基本上做不到 当天就能出账单的水平 必须等你看完病之后 再慢慢给你的保险公司 或者你个人一封封的寄账单 第三 因为是 先看病后交费嘛 所以看病过程中 很多收费昂贵的项目 也就没有征求病人同意 或者根本不告知价格 或者有些治疗方式 是他保险公司根本不负责的 带职业上了 所以也因此对患者 造成了广泛的医疗费用负担 第四 先看病后交费 导致了美国医院产生了 大量长期拖欠的债务 但不用担心 他们最终会把这些债务呢 转手卖给讨债公司 由讨债公司来继续追债 所以你想欠钱赖账 是不可能的 但话说回来 不是说美国穷人看病免费吗 那么明天我们就来继续介绍 美国医疗时日谈天天刷新的世界观 明儿见